家人必須避了他 你不派為人 你不派為母 2600元 中和要中藝結婚 最後小費拿著稅 錢直接轉走了 柴小黃可沒得把人 非要逼著藍姐 把這些家事說出來 不是這種人 怎麼可以理直氣 放成這個樣子 裝藍激動在噴錢 媳婦大S貪財 控他抽到撈一點意義 講不通嗎 我想不明白嗎 我早就應該一養千年 承歡七下了 兒孫滿腸了 藍姐又什麼時候 好 你們為什麼是罵得這麼難聽 藍姐又破防了 儘管汪小菲和大S雙方 都已經各自在嫁娶 敢張藍又把前夕部大S 捶上了勒搜 張藍先是在攻擊大S的影片下留言 批他騙婚又貪財 還引狼入室引發話題 不料近期和兒子汪小菲開的酸辣粉 被發現有倉鷹捲入食安風波 他聯邦開直播陳青 R6T的車煙有多嚴 都是真不包裝 哪來的這個蒼影 不過陳青誤過 反被網友惹到情緒失控 把炮火對象的S一加 兩千多萬元綜合 要綜藝節目小菲上的 最後小菲拿個稅 錢直接轉走了 人的公司查一下 查一下王可美的法人 非要逼著藍姐 把這些家事說出來 你們是明星 你們是雙刃劍 你們不能光掙著錢 完了告喊著口號嗎 別人家家家有本難念經 你家你知道我們經多難念嗎 我們念出來了嗎 從來沒念出來 說你們家18告20告 我們告一次了嗎 我們大量的證據 早就可以告 我們為什麼要弄得 這麼撕破呢 畢竟還有孫子孫女呢 講了一坨拉庫 大批網友人不買單 沒有流量又開始發病了 你天天跟唱話本的在念呢 人家20告也比不了他 在網上個200次詆毀 造謠謾罵 人家不想理你 看你天天說個啥 徐媽對此僅回應張藍不認識 你聽著他怎麼多惡劣 你聽著他對我的污衊 這個人必須避了他 我就跟他 看到你了 請最好的律師 不是光行事給你鞠起來 你不派為人 你不派為母 不是 這種人怎麼可以理直氣 創成這個樣子 我嚇到 我真的嚇到 你不派為人 我真的要嚇到 你不派為人 想一跳 我對你的 不派為人 你不派為人